好,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三四亿 三四亿呢 它这个字啊,主要是 解决这个邪呢 这一字的 这个运笔集结构 这个邪呢 在一个字当中呢,它是作为主笔 这个主笔 怎么和其他的笔 这个笔画呢,要进行配合 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写 先写一个账字 这是一笔 那么这个笔画呢 从这里呢 这个 这个 所以说这个 那呢,它是作为主笔 怎么和很笔 这个,给它结合起来 这个造体 这斜那 它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小弯度 有万多以后,到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学那的时候 起笔的时候 轻轻的顿笔 顿笔以后,就逐渐加力 加力到这个地方以后,再进顿笔 顿笔以后,在边底边 很自如的 就把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那么这个笔呢 它这个那呢,一定要 这个,高低的时候 左右,来结合在一起 不能呢,这个,这个,这个 基本上,你看看 这个基本上是,是比较平衡的 所以说,这个,不能写的 这个,不能写的这个 左边和右边的高度 一定要配合好 就是这样,它基本上是,以平衡的 这是一个字 第二个字呢,比如说,你想知道 尺字 这个地方 这个笔,跟这个笔呢 在逐渐加力以后 更别以后 变体变成 变成 像这个笔呢,也基本上是平衡的 跟这个笔和笔是平衡的 类似的是 这个笔 这个笔 这个笔是基本上平衡的 这个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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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种类型的笔呢 它一般的要求是 笔要低于 这个,这个,这个 笔 这个笔 那像这种类型的笔 不要平衡 那基本上 这个高度是一字的 像这种类型的笔 一定要配合好 就是 它的运笔方法去结构 它要这么去把握它 好,这一刻就讲这里 这个笔